你好 女士 需要点什么 我想挑个礼物 礼物是送朋友还是 结婚礼物 一闪一闪亮晴晴 满天都是小星星 我在天上光光明 好想许多小眼睛 好想许多小眼睛 一闪一闪亮晴 好了 今天就唱到这里了 你们快点回你们的病房吧 不然爸爸妈妈要担心了 好 好 海岚姐姐再见 海岚姐姐再见 拜拜 江湖 快进来坐 你认识我 你长高了 也变得更漂亮了 你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你了 进来吧 坐 没想到当年的我们 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很高兴你能来看我 只是没有想到 我们俩正式认识 会在这样的场合下 我还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是来送个结婚礼物 这个花 我给你放这儿 我最喜欢向日葵了 每天 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绽放 给人感觉特别有生命力 还有活力 谢谢你江湖 我 高毅 和你们家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 你很恨高毅吧 也许 这话我说着不合适 你又经历了那么大的变故 也未必听得进去 但是我还是想求求你 不要怪高毅 这是我和高毅之间的事情 和任何第三者的无关 我知道 但是高毅的有一面 你是不了解的 他其实很善良 我现在乳腺癌晚期 可他还是坚持要给我一个婚礼 一段完整的人生 我只是来送一个结婚礼物的 也算是跟高毅相识一场吧 但是我真的并不想知道 任何更多关于他的消息了 高毅其实很可怜的 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去坐牢了 紧接着他妈妈就去世了 我该走了 现在他爸爸一身的病 我又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家庭的温暖 他就去世了 高毅的爸爸 不是很早就去世了吗 海小姐 今天又要去医生那里做检查喽 江湖 相信我 高毅有他的不得已和过不去 你觉得会好的 嗯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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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过去告别 向安以前还挺搞笑的 我们居然还互相吃对方的醋 不管你们高一之间发生了什么 也不会改变我的高一的看法 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过去 我们得接受很多事情的变化 是啊 我们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 也要好好看看身边的人 老杨很不错 许总也不赖 新人出来了 那既然你不想过去 那要早点回同院 我还是到货了 我还是到货了 谢谢 你说风吹起 我闭上眼 我心中复活 遗憾不回眠 天真的血液 热烈的情节 只剩下翻篇的信念 只剩下暂停的缺点 他笑一个指点 他笑一个指点 寒冷着世界 在他虚众伤会滴滴点点 陪你冒险的夏天 不算季节 是谁花开一遍 坚定的浪漫的安静的凋谢 你说这世界 会有阴天 也有晴天 因我远之间 追逐着风和你的笑颜 迟到了 怎么到周末也这么忙的 忙完了 现在可以专心陪老板了 嗯 那就专心陪老板 溜溜吧 手好冷 那你暖暖 先生 小姐 我们这里是瑞金宾馆里的 花园别墅 是个班非常浪漫的世外婚礼 还从婚房 婚房两天呢 谢谢啊 我们对别墅婚礼不感兴趣 对酒店婚礼感兴趣 我也可以帮你们介绍适合结婚的酒店 我女朋友还没答应我结婚呢 不想让你白梦回着 哎 那您赶紧求婚呢 您俩看上去感情这么好 我们俩看上去感情很好吗 特别好 就差一场婚礼 行 谢谢啊 等我办完求婚仪式 就来找你办婚宴 好 谢谢啊 走了 再见 再见 你刚说这个求婚 是开玩笑还是 我是不是开玩笑啊 你心里清楚啊 你心里怎么想得不比我清楚啊 天之地之 我这也没有漏掉什么不知 哎呀 这 这卖相可能不太好 但是吃起来应该还不错 这食物也不可貌相吧 对吧 对 也对啊 而不这样 我给你盛一点 再尝尝 哎 我给你盛 我给你盛一个大虾吧 哎 你自己做的客气什么呀 你先试试 徐叔叔 崔毕来了 江河姐姐 你怎么来了 爸爸妈妈今天晚上 都有出差一天 我过来借住一晚 今天晚上 我爸说你答应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他给你发微信了 你回来不可以啊 啊 有吗 江河姐姐 我又来蹭饭了 哎 这 这 这是大人吃的 小孩不能吃 哼 哎 你刚才不是那么自信吗 给菲菲看看 孩子都饿了 快点啊 给我看看嘛 给他看看 给他闻闻 给他尝尝 快点 对 菲菲 这是徐司叔叔 特地为你做的 你 怎么样 没事 菲菲 徐叔叔做得不好 没事 姐姐有办法 这就是你所谓的解决方案 不然呢 要不你把我做的那波 黑暗那里给吃了 这杨洁还真是对你 有求必应随叫随道 来 走吧 好了 好香啊 来吧 吃饭吗 喝橙汁吗 行 菲菲啊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要知道你在 我就多带点菜来了 已经很多了 谢谢张哥哥 客气 嗯 徐总 还挺意外的 没想到你和墨北 还是好朋友呢 我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没什么好意外的 坐啊 老杨 好 饭 饭 行 江湖啊 是我妹妹 他墨北也是帮我的人 咱俩啊 有这层关系 以后就当朋友处吧 嗯 好啊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谢谢 来 举杯吧 来 哥哥 姐姐 叔叔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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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啊 我自己给你 来得挺勤的 这次的这个鞋带 像是计的那个层纸 好像 我记得应该是大概 这个青桃红的 像这个是五桃 哎 然后鞋远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挤了 如果鞋带加宽的话 就是如果你这样抽了啊 它就会有点挤 好 就是到时候 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方便 就是这个情况 我会记住了 我刚刚说的 喂 今天忙忙啊 晚上一块吃饭 今天又不是周末 谁说你只有周末的时间 才是我的了 你上次说的 上次说的不算 还能这样 出来 你今天的外套特别好看 颜色我很喜欢 我外套 就这一套 惊喜 你别闹 闹什么 我没有闹啊 什么时候不学会这招的 我可是 郑重邀请你晚上一起吃饭 我警告你啊 你别闹啊 别夸着 江小姐 我可是打定主意正儿八经的 想和你好好地谈个恋爱 麻烦你也拿出点诚意来 好吗 哈哈 谢谢 谢谢 我怕了你 现在下来 了 他 就算下来 老子 printed 了吧 您 你 我也得了 您 喂 嗯 怎么样 你不会是 在跟杨检较劲吧 我跟她较什么劲啊 用自己的爱好 挑战别人的专业 我傻呀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 学会做一道菜 到底有多远 哦 所以这个就是你 选了一个先吃的菜 嗯 你将会是第一位品尝到 徐大厨私房菜的人 当然除了我妈和小小以外啊 哎呦 他们真是勇士啊 不过 我可是买了人生意外型 倒也是不怕 嗯 不怕是吧 嗯 那我多加点盐 好不好 再加点葱 尝一口 说得好像你不吃一样 你尝尝 你吃 你吃 你打的 我打就我打 打给你看 嗯 你都打出泡沫来了 这不行 我看 就是要打出泡沫 那视频上写的 就是要打出泡沫 你看 我来的 我去吃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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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来都要 我来的 如果你 我来的 你帮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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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好的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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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我来的 我来的 你去挂 嗯 压着警方 嗯 你的音箱跟杜老百 是同一个牌子 嗯 你还要好好说 说什么呀 上次我那个音箱 你是不是自己动手 给我绣的 对你男朋友的动手 能力很满意啊 那个时候你对我 哪有那么好 你不行吗 你说呢 你的酒还挺好喝的 是吗 嗯 好喝吗 要不要再来一个 继续 嗯